可以说这次是我有史以来做视频打光最完美的一次 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这三台Vivo X200系列的手机 那需要多说一点的是啊 我自己的那台是泰色的和白色的 这个蓝色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这个蓝色拿在手里给我种什么感觉呢 首先啊就这个玻璃真的很润啊 像浴室一样的这种感觉非常顺非常滑 然后呢这个蓝色是像是动图一样啊 它这种光影的这种效果线条的这种纹理 看起来真的是很高端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这个是白色的白月光啊 这个和之前的Vivo X100的那个白色 其实看起来也差不太多 然后整个这个摄像头 deco部分这次用的是一个叫做水纹云接 我记得叫水纹云接啊 就像是水地打上来 然后嘟这么一个展开的这样的一个张力的这种效果 而且摄像头你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微微的弧度这样的效果啊 所以说这种灵动感很强 那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白色的Vivo X200和这个主打色 这个蓝色的宝石蓝吧好像是对吧 这个哪个好看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追求于这种有点时尚 或者比较年轻化的话 我觉得这个蓝色真的好看啊 现在呢咱们来看一下黑色的Vivo X200 Pro 它的中框呢用的是一个磨砂的质感 然后摄像头呢也是这个水纹云接 也是微微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但是不一样的是呢 它的摄像头效率来说是要突出一些的 毕竟整个充散器模组也更大等等 对吧 那黑色的这种一体感呢 看着也还是很强的 然后在屏幕方面 我觉得这次一定要跨跨Vivo Vivo终于开窍了啊 这个也是主打的 就是用了一个等身的V4取屏 这个屏幕呢就看起来 整个屏幕在这个张力上面就很强 你看它的这个边缘处这种效果 真的是很好看 再加上屏幕亮起来之后 这一刻的这种效果 就像是把整个屏幕里显示的东西 给你呈现在这个屏幕之外的这种感觉了 看完屏幕看完设计 其实我觉得大家更期待的 应该是关于什么处理器方面 那么处理器的话呢 天地9400 这个处理器可以说 就像我之前说的是 目前Vivo也是安卓 最好用的处理器 跑分基本就是300万分左右 而上一代我记得是在2203这个样子 这次是第二代的全大口架构 天机调的也很好 再加上Vivo本身调天机 调的就已经轻车熟路了 强强联手 你说它能调不好吗 电池方面的话呢 这个X200 Pro是6000毫安时 然后X200呢是5800毫安时 然后在影像方面 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 应该是可以说了 毕竟看到视频的你们发布会 应该结束了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Vivo X200 Pro 它的主摄像头 是这个蓝金和这个索尼一起搞的 这个LYT818 这颗传感器尺寸并不是一寸底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制程工艺是22大米 什么概念呢 你平时拿这手机拍照 你会发现它拍照很省电 没错啊 它的整体的功耗降低了很多 再一点就是这颗传感器 它对HDR的一个表现 也是一个大幅度提升 所以蓝金加上索尼 所调的这个传感器 已经首发在这个X200 Pro上面了 真的是一个很强的传感器 我很期待我后续拿它和一寸底的那个机型 去多一些对比 还有一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长焦是HP9 长焦的表现力 其实并不在于你到底能拍多远 现在我说了 长焦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能拍多近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场找个东西试一试 看能拍这么近 能拍大概这么近 这么近 什么概念 自己看 真的是很近 你可以很近很近的去 可以对焦 然后进行拍摄 所以我觉得长焦微距 这个东西 Vivo带火了 真的很好用啊 那么这次呢 还集成了一个叫做风光模式 这里的话 把之前的夜景啊 什么超级月亮啊 什么漫门 时光漫门 这些都全部给你加入到这里了 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呢 它由此还加入了两个新的滤镜 一个是这个质感 一个是柔和 柔和呢 比较适合拍一些蓝天白云的这种画面啊 看着比较欢快 质感的话呢 就比较相对来说 会更为的深邃那么一点点 但是两个模式 我看了都不是拉高饱和度那么简单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影调 再有呢 就人像模式 这次加入了135毫米的人像啊 这个之前我记得是没有的 还有呢 85毫米的这个高清人像 也是加入进来了 兄弟们 最后我把我的那个态色的给大家拿来看一眼吧 反正他们没给我 但我自己拿出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拍 应该也能拍啊 不管了 这个态色其实有一点很猛 就是他的这个中框 做的有点像太金属那感觉了 所以这个态色 其实我相信应该是一个非常 会让大家喜欢的一个颜色啊 态色 白色 黑色 蓝色 我是不是急齐了呀 我急齐了 你们喜欢哪个颜色 你们自己说吧 窗色 下人呆 有点灯 Kentucky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